这几年来台湾的音乐圈产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就想说已经好几年没有出现像是王力宏、周杰伦、林佑佳等 直接注意影响全亚洲的超级巨星 但整体的音乐环境却变得更加多元 更是不同类型的音乐人相继出现 听众的接收度也逐渐提升 网路的发展更是让每一个有才华的人都有机会被听见 而宅露也在这个大环境中逐渐兴起 顾名思义宅露就是在自己家录音 虽然比起专业录音室器材稍嫌解漏先 但却有着更大的空间去打造属于你自己的音乐 这种平静竟然的录音方式成为每个音乐人的开始 取分像是台湾的六王佑或是日本的敏金玄师 他们也都是从自己家中的小房间开始的自己的音乐故事 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角团 他也是以宅露展开他的音乐生涯 他在不到20岁时就拥有了自己的百万歌曲Crush Arm 并且在今年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Diamond in the Rough 用10首歌曲展现出他的10种不同可能性 而这颗还未经刁膜的钻石就是李浩伟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右面我是讲故事的band 今天要来介绍我们频道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音乐人 虽然我知道大家在期待什么 但我们今天不讲八卦 只用他的故事和音乐来替大家认识 这位即将在未来发光的新型音乐人 1999年出生的李浩伟 他有着比起一般人更特别的经历 在七岁之前因为父亲经商的关系 他们家庭在远在地球的另一边南非生活着 尽管对于小时候没有太多的印象 但他仍依稀记得当时父亲总在车上播放的那些音乐 尤其像是Bon Jovi、Les Zippling等之类的经典摇滚 此时音乐悄悄流进他的血液之中 回到台湾后身为基督徒的他 有一天在教会中看到台上那些叔叔表演爵士鼓 觉得非常酷 于是向他学习爵士鼓 爵士鼓也是他第一个正式接触到的乐器 也打开他的音乐旅程 到国中毕业后他则是开始学习钢琴 了解一些乐理上的概念 也开始对音乐有更深层的认识 进入到高中后在朋友的邀请下 他一辈子手的身份参加了学校的热音社 而这个决定成为他人生的转捩点 热音社中有着许多同样热爱音乐的同好 彼此也会分享着自己喜欢的乐团、歌曲 在这边他接触到更多不同类型的音乐 其中影响他最深的目过于是日本摇滚天团 王OK Rock和英国金属乐团Bring me the Horizon 甚至还为此去找老师学了吼腔 也让原本一辈子手加入热音社的他成为了乐团的主唱 也是在这时期让他决定自己未来要走在音乐这条路上 他会参加一些音乐比赛 也开始动手写了一些自己的作品 之后李浩伟更是进入到台北城市科大就读流行音乐系 很巧的事情是 在他台北租屋处的附近 住着一个他从高中就略有耳闻的人蒋西迁 原本苦恼着因为没有器材做出完整歌曲的李浩伟 在自家附近的便利商店遇到了他 同样喜欢音乐的两人开始聊起了天野一拍即合 彼此决定在蒋西迁自己打造的家中录音室开始了他们的创作 而他们合作的第一首作品就是《窝囊贝》 《窝囊贝》作为李浩伟的初提声可以说非常成功 由OnStudio上传的原始版本至今在YouTube拥有84万点月 底下留言也出现了网路知名乐评Stuces 以一名低调的下人歌者不然高度赞赏这首歌 虽然在今年滚尸上传的MV版本Stuces则又给出不同的评价 反正音乐的好坏永远是自己的体会最为重要 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去改变你的感受 但除了这首《窝囊贝》取得到如此好评外 我相信更多人则是从他的另一首作品《Crush Round》认识到他的吧 相较于《窝囊贝》整体慵懒抑郁的风格 《Crush Round》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李浩伟 《Crush Round》在英文里有着迷恋的意思 加上这首歌所呈现粉红泡泡的氛围 不免让人猜想这首歌该不会是写给他女友的情歌吧 然而《Crush Round》并不是写给163而是富士山 其实更正确来说不是富士山而是日本 我只为牙韵而已 回到这首歌的灵感 是李浩伟在结束一次日本的旅行后 在一个楼梯间突然想起了当时旅行的美好 怀念起在日本感受到的文化以及风景 于是透过吉他顺势将当时的感受记录下来 在这首歌我们除了能感受到恋爱的气息外 音乐上也加进来许多夏天的元素 也正好切合着歌词中的 《多希望这一刻不是一个夏天而已》 歌曲塑造出如此若即若离的感受 就像爱情般一旦沉溺就无法制霸 而这也造就了《Crush Round》的成功 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即将超过200万点阅率 也让李浩伟逐渐被发现 同时在今年4月的时候 李浩伟发行了他的个人首章专辑 戴妹的RAV 由自己的好朋友蒋西签担任制作人 里头也收入了10作他的个人词曲创作 除了有先前所提到的《Crush Round》《窝囊》被外 我们也发现专辑内有两首歌的歌名非常特别 分别叫做H5和H7 只要再靠近一点我的心就会粉碎 只要再靠近一点我的心就会流泪 我不能占有你 占有你 占有你 尋着我的样子 慢慢的 比重人歧视 不同于专辑的其他歌曲与两首歌都是由李浩伟亲自编剧 H代表着他的英文名字Howard 数字则是他第几号创作 之所以不取歌名 是制作人蒋西签认为两首歌曲 更能展现出李浩伟内心更真实的感受 于是使用这样的歌名更能让听众在聆听上有不同的想法 同时这家专辑最后一首曲目 KUSH更是早来而同样是非常受到矚目的新一代美声 陈贤景参与合作 用中文的意思来理解就是还未经雕膜的钻石 虽然说还未成型 但其中却蕴含着无限潜力 而李浩伟以此为名的《张庄专辑》也确实符合这个特征 《张庄专辑》虽然以载入的方式制成却有着相当高的完成度 用十首歌曲呈现出十种完全不同的李浩伟 在不同旋律中探索着自己的可能性 我想这歌钻石在《张庄专辑》的雕琢之下 很快又可以在未来展露出更加耀眼的光泽 好那接下来介绍先到这边 但李浩伟的音乐还没有结束 接下来我们会介绍由他所组成的新金属乐团Promosal 然后喜欢可以按赞 也可以去追踪我们IG跟FB 不追踪任何影片消遣的动态 这样 下期见 拜